李小龙死后,妻子不得如何? 国际空手道锦标大赛,接连三场表演,让李小龙名声大振,也是在这一年,李小龙创立节全道,让中华武术名扬天下。 此后,外国人对中国武术使趋之若武,美国空手道冠军罗里士,好莱坞著名影星战士亨兵和史提夫,先后败在李小龙门下。 1971年,李小龙又被国际武术权威杂志黑代,评为世界七大武术名家之一,此时的李小龙也仅仅31岁而已。 此时的,李小龙已先后出演《清风霞》、《唐山大兄》和《金武门》等多部作品,更是让中国武术热推向高潮。 然而,1973年7月20日,李小龙却在香港突然离世,年仅33岁,令人恶腕叹息。 李小龙死时,妻子琳达,埃莫瑞年仅28岁,儿子李国豪8岁,女儿李湘宁年仅4岁。 那么在李小龙死后,他们过得如何呢? 首先说说李小龙的妻子琳达,琳达与李小龙是华盛顿大学时的同学,也是李小龙早期女弟子之一,二人相识之时,当时的李小龙正与日本女友爱美热恋,但可惜的是,这段恋情并未修成正果。 在与爱美分手后,琳达进入李小龙视线,二人拍拖,展开全文1964年,24岁的李小龙,与19岁的琳达步入婚姻殿堂。 婚后,琳达便放弃学业,一心一意相夫教子,全力支持李小龙事业。 当时的李小龙还是一文不明,但琳达根本不在乎,即便李小龙不是超级巨星,不是武术名家,琳达也是甘之如矣。 1965年,琳达与李小龙有了爱情结晶,儿子李国豪出生。 很快,李小龙便名扬天下,创建结权道,成了举世瞩目的公众人物,但随之而来的,却是各种敌鲁,各种决斗,琳达如为丈夫的安危担心,1969年,琳达又为李小龙生下一个女儿李湘宁。 此时的李小龙已经成为超级巨星,但对于家庭,对于妻子,是恩爱不已,这让琳达很是欣慰。 然而,1973年,琳达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,还是发生了,李小龙离妻死亡,在李小龙死后,琳达便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依为命,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。 直到1988年,李小龙离世15年,43岁的琳达才决定改嫁。 而琳达决定改嫁的对象,竟然是李小龙的徒弟汤姆布里克,对于琳达改嫁,很多人不解,但毕竟当时李小龙已经离世15年,上年纪的琳达想要找个依靠,也情有可原,但可惜的是,这次,琳达看走眼了。 汤姆布里克是一位作家,接近琳达,并不是真心爱这位师娘,而是为了了解更多关于李小龙的事迹,但了解得差不多,汤姆布里克便一脚将琳达剔开,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。 两年,然而,琳达的厄运还没有结束,就在琳达与汤姆布里克离婚的第三个年头,唯一的儿子李国豪在拍枪战戏时,道具枪竟然意外射出真子弹,腹部中枪,失血过多二次。 还在一点,女儿李湘宁平平安安活了下来,如今的琳达,已经七十四岁,一直住在西雅图,靠对丈夫李小龙的回忆,安度晚年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